Hi 大家好, 又是 Patrick 和大家講金和銀 黄金和白銀最近處於悶局 短期內聯儲局不明朗的言論令黄金和白銀波動 分析指, 黄金爆升就要等股災 順帶一提, 我還差 50位訂閱朋友 就有 18,000位訂閱 所以,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 你的訂閱是給我做片很大的動力 請給我點讚,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 我都會仔細看 請看廣告, 並分享這集給你的朋友 事不宜遲 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 2024年1.3期金銀周報 美國12月零售額增幅超出預期 儘管利率和通脹較高 但消費者在假期期間仍繼續支出 人口普查局在星期三17日表示 包括食品和汽油在內的銷售額增加了0.6% 這是高於11月0.3%增幅 亦高於經濟學家對12月0.4%的預期 以美元計價的黃金通常會在美元走高 導致黃金以其他貨幣計價更昂貴的情況下下跌 交易元降低美國3月降息的可能性 但預期降息會推遲到5月 樂觀情緒幫助股指推升至創紀錄水平 過去星期截至星期五收市 美滬升0.8% 報103.23% 黃金跌19美元 報2030美元 白銀跌0.6美元 報22.69美元 導致升271點 報37863點 標指升56點 報4839點 納指升338點 報15310點 最近有網友問 沙地阿拉伯發現50萬億金礦 會不會影響金價呢 大家一同睇吓 沙地阿拉伯抗業公司Marden 上星期宣布麥卡地區發現大量金礦 Marden執行長Robert表示 他支持根據2030年的願景實現國家多元化 並將黃金採礦業打造為沙地阿拉伯經濟第三大支柱 通常金礦商發現這個礦場之後 大約需要10至20年 財能產出適合的精煉成金條材料 國際貨幣基金 IMF 數據顯示 沙地阿拉伯經濟在2022年增長8.7% 是全球20個最大經濟體中增長率最高 去年預測增長為0.8% 分析師表示 沙地阿拉伯的黃金出口不太可能產生任何顯著回報 Mena 首席經濟學家Garbis 表示 據報導估計 Mensura 的連產量為25萬盎司 約7.7噸 相對較少 如果我們假設全部出口 即以當前金價2045美元計算 其產出僅為5.11億美元 大家可以從左圖看到 在2022年 中國是黃金生產大國 連產為375噸 我相信短期內沙地阿拉伯的產金 對黃金應該沒有大影響 當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最終批准交易所的比特幣交易基金時 比特幣成為新聞焦點 現在是再次回顧主題的好時機 一些支持者仍然將加密貨幣稱之為數位黃金 將比特幣視為數位黃金概念是危險 而且具有誤導性 過去一年比特幣價格大幅上漲 意味著有很多感興趣的投資者 幾年前 當在高交易量期間 嚴重速度限制和成本變得明顯時 社區中對於如何最好擴展比特幣 在每一秒處理更多交易能力問題上存在分歧 大多數人決定放棄嘗試擴大比特幣區塊鏈本身規模 轉為追求一種名為閃電網絡技術 儘管在開發第二層解決方案方面取得進展 但存在很多問題 閃電網絡遠不如比特幣網絡本身 那麽去中心化或安全 比特幣有失敗和變得毫無價值的潛力 但有求之者繼續購買比特幣 因為他們了解該項目 並相信會成功 而不是因為它是數位黃金 但黃金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動物 它不是一項技術 其價值亦不依賴創新、電力和網絡連線 其背後亦沒有電子開發商 實體黃金是稀缺的 內用而且美麗 因此很有價值 這些特性令到它成為數千年來 避風港和有價值的儲存 並且沒有替代品 對沖基金橋水公司聯席投資總監 Grad在星期26日出席達旭斯世界經濟論壇時警告 市場一直對美國聯儲局減息過分樂觀 而且體輕世界目前兩大冷戰影響 2024年面對巨大風險 市場似乎仍過分樂觀 太過飄飄然 首先, 美股在2023年表現理想 在不斷加息環境下 標普500指數和納指均接近歷史高位 全年分別升了25%和45% Grad認為為了控制通脹而壓縮經濟增長 這個負面因素仍未在股市價格上呈現出 市場假設一種完美的情況 即使通脹下降, 聯儲局減息亦不會引發衰退 在2023年市場價格大概反映出這種完美的情況 這個的確令人佩服同時十分擔憂 其次, 他又提到 2024年另一大市場風險為地緣政治 中國與美國的貿易冷戰再啟動 以及美國國內總統大選的國內冷戰 他認為目前的風險預計仍太樂觀 順未給美國資產任何風險日價 這兩場冷戰將在今年戲劇性上映 最後 AI 可能是今年第三大風險因素 他相信投資者不得不應對人工智慧 在高度應用和普及使用下 將對企業和經濟帶來的破壞 同時國際間的客客及網絡犯罪 將因此而大量增加 這三大事情都是我們今年擔心的事情 我們可以從左上圖睇到 黃金在1970年代和2000年代的牛市 伴隨著股市強勁的表現 2018年8月至2022年8月周期性市場 也是如此 黃金價格飆升近80% 不幸的是 目前黃金相對於標準普爾500指數 仍然疲弱 該比率在星期三收於過去14個月來第二低水平 如果股市出現大幅波動 重新引發通脹擔憂 金價可能會在經濟衰退和熊市前攀升至2300美元 右上圖顯示 黃金出現超級體漲的杯柄形態 該形態是超級體升的 因為過去幾年 手柄盤整已經發生在38%回撤位 約是1675美元 杯子長度是9年 而手柄的長度是3年半 但分析指 杯柄突破以及金價大幅上漲至3000美元 和4000美元的情況將不會實現 直至股災發生資本回流至黃金才會出現 因為目前購買黃金資金有限 這就是為何黃金尚未產生爆炸性突破 所需的動力 似乎黃金爆升萬事俱備 只欠股災 又到今期的總結 我估計在2024年將是動蕩的一年 有時對貴金屬來說相當令人沮喪 在最近兩個星期 我們已經看到一些顯著的下跌日和非常好的上漲日 預計除了1月接近2月 這種類型的交易將繼續落去 新年依此 Comics 的黃金其實只有一個變數 就是聯儲局在3月會議上 下調聯邦基金利率的可能性有幾大 距離3月20日會議還有8個星期 因此要準確預測聯儲局會做些什麼 或不會做什麼 似乎有些不可能 但這樣並不妨大型投資銀行進行分析 摩根大聰表示 除了2024年的進展 聯儲局可能會在3月降息 然後再降息5次 但摩根史丹利表示 聯儲局將在3月按兵不動 然後推遲任何降息直至今年稍後 從現在到3月初 你可以期待以下的情況 第一, 會當經濟數據超出預期 或每次聯儲局官員 事實假裝鷹派的時間 債券市場就會遭受拋售 而美元指數就會上升 高頻交易的程式將看到利率上升和美元上漲 並透過出售Commerce 黃金期貨來做反應 第二, 每當經濟數據低於預期 或聯儲局大佬言論看上來 在駕派的時間, 債券市場就會上升 美元指數就會下跌 同樣, 高頻交易的程式將看到較低利率和美元貶值 並透過購買Commerce 黃金期貨來做出反應 年初時, 根據CME FatWatch 顯示 聯儲局在3月降息一致的可能性為83.3% 當時Commerce 黃金價格為2080美元 但到1月18號星期四 在3月降息的可能性跌至60.83 大家可以從左圖看到 而Commerce 金價就回落至2010美元 所以, 無論如何, 事情就是這樣 隨著時間推移, 我們所有聯儲局和大型投資銀行 都將更加清楚美國經濟嚴峻的狀況 相信到春季尾, 我們都會更了解聯儲局 在2024年可能需要幾積極降息 不過在清楚了解聯儲局決定之前 黃金白銀價格仍會十分波動 目前我們應該等待和觀望 安然度過波動 我肯定, 聯儲局在2024年必須降息 因為經濟衰退將會發生 股災難以避免 目前我正在等待黃金升至4000美元 白銀升上100美元 不過最後都是我的那句變幻才是永恆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最後, 如果大家想請我喝咖啡 香港的朋友可以掃描左邊的滬風銀行Payme 或者掃描右邊的支付寶 而海外的朋友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喝咖啡 歡迎大家加入我的Patreon, 成為我的會員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 因為你的訂閱給我做片很大的動力 請按鈴鐺, 吸我點讚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我都會仔細睇 請看廣告 並將這集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再次分享給我的會員 超級別的 三個字 請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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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 按鈴鐺